我是刀鋼 今天很早 現在是九點多時間 鴨哥在睡夢之間叫他回來放多 因為昨晚星期六晚 大家有看我的直播 我買了這個激鬥同盟的限定版 回來找鴨哥幫忙砌 真是鼓勵不到 跟大家爆霜的就是 SD Gundam 激鬥同盟限定版 這個限定版 降落散這麼大盒 包含什麼呢 歌曲、15首、配樂35首 還有一些零件和現金券 即是遊戲用的錢 遊戲是很需要用錢的 有這個現金券之後我就輕鬆很多 昨天還有那些追加第一至三季的DLC 各樣各樣東西 這盒東西其實最重要最重要就是 Legend Legend SD Gundam 還有三隻我都很喜歡 如果它是一些我不喜歡的角色 譬如如果它是三角轉那些 我就未必會買 但是這三隻都是我童年都很喜歡的角色 有環太霧 Lighter Gundam 即是騎士高達 Commander 指揮官 這三個都是我童年很喜歡的東西 而且剛巧你都沒有買過Legend的BB系列 Legend是什麼系列 Legend其實是 有段時間將SD Gundam 即是騎士高達 武者高達 那些 我覺得應該將舊的BB 加以強化 一些關節 或者一些細節 重新去出過一些比較經典的SD角色 除了它是Legend之外 它跟一般發手那隻是有些不同的 它的顏色是深了兩至三度左右 你看到它這張圖好像暗了一點 對呀 它這個叫ViewColor 真實是顏色 它是比平常通返的模型 有兩三度色 有深了一點的 所以就是 只是這個Pack 才會有這個 顏色高達 是 好 跟大家打開一下 看看裡面有什麼東西 嘩 一打開已經有過 哇 整盒都是模型 遊戲 其實裝假狗 整個都是紙皮膠 另外最值錢的是這張下載曲 有一個這樣的Pack 另外之後 就有一個 這個什麼 滑鼠墊 對呀 滑鼠墊 這個都不要緊 最重要的是鴨哥手上面這個 這個盒值錢 最值錢是這個盒 平時是分開的 現在一次過就三隻 就放在一起 好了 在我們分屍之前 給大家看看那個 件先 連貼紙都是整張印的 節省一點 對 他不是用平時模型的 平時模型 一張一張 他這裡是三個 一張 對 很多雙眼給你換 有眼珠 沒有眼珠 左斜右斜 開心樣子 我應該都是用這個 最靜老 我跟鴨哥都喜歡 SD Gundam 有眼珠 有神 金色就是用了膠屎黃色 這個騎士高達有很多分件 他那隻銀色挺好的 色混得挺漂亮 一定比平時的 暗一點 可能他沒有那麼膠 好 看就差不多了 這個時候 我要找鴨哥幫忙 這麼早回來 就是找你組裝 不要緊 你也喜歡 幫忙組裝一隻 就是了 UNBOX BUSH 好了 比我想像中容易搞 但是 不是用太多時間 兩個人一粒 對 鴨哥在我拍攝其他東西 有組裝好一隻 之後我跟他合流再組裝 那兩隻 都是一個多小時 兩個小時內 搞定三隻 好 一個半小時內 也有抓 真的挺容易組裝 而且顏色很漂亮 我挺喜歡這個 深了一度 令到整件事好像有點陰影 但其實是沒有的 尤其是Lighter Gundam 是很喜歡這隻銀色 暗眼的 而且Lighter Gundam的銀色 看起來有少少 你覺得有少少那種金屬的藍藍 對 反光 對 多好 還有我自己未砌過Legion BV戰士系列 但真的OK 那些坑位 很完美 加了一折小腿之後 整件事好像又好看了 其實真的大幅強化了BB 但他保留了原本的造型 好 看看這隻騎士 最棒的就是長矛 跟著寶劍 也可以插在盾上 嘩 還有一顆寶石 你死了 不過騎士Gundam 因為他有Gimmick 我最後才玩 跟鴨哥玩到其他 我自己最喜歡就是 我剛才也是第一時間砌 因為我自己很少砌 鴨哥 騎士武者 這些年間都有砌 難怪你一下子推了一隻騎士Gundam 給我砌 因為騎士Gundam 你砌的背都背熟 哇 這把軍刀很漂亮 狗牙的 還有導彈 還有一些坐地機關槍 嘩 這支很穿嘴 帥 因為我小時候玩Gameboy 有隻SDGundam的遊戲 就是他做主角 如果你說起SDGundam的遊戲 問心我最深刻的 是一隻PlayStation 然後用騎士Goda 還有沒有Goda 還有還有一隻 很夢幻風的WGoda 即是他用了WGoda 還是哪隻Goda 是做了他們的同伴 那隻是一隻 進去四方的牆 然後是格鬥 這麼有趣 對 不過老實 我剛才在阿哥說話的時候 我發覺那些 波裝其實 不是拼得太實 不是拼得太實 即是如果你想 向前 左右 扭下 很容易整隻脫了出來 還有 其實Legend BB 其中一個賣點 就是他可以變回輕裝 即是你剛才組裝的時候 對 拆了可以拆 其實是難拆的 你要拆散 才拆 因為都舊的 原來這兩個是菠蘿 對 拿出來的 這個工具很真實 所以剛才組裝的時候 我都滿足 這支充機槍還可以拆出來 然後槍柄可以改位置 就這樣拿 又可以 這支不是充機 這支是阿樂舒華 身體的 對 對 脫戰士那些更輕機 對 這個我都很喜歡 之後到這個武者環太毛 武者環太毛 剛才真的差一點 貼紙太多 而且頭鎖很鬆 騎士高達也很實 因為 是怎樣插都鬆 因為他預計是否要換東西 應該是位問題 筍位問題 還有劍也不是開位 如果用整把銀色可能會好一點 因為武者環太毛的設計問題 他沒有辦法不用貼紙 因為很多都是那些箭甲 即是那些箭角歷史那些 其實這些是有顏色的 但是 當然 始終他的價位 都不是很高級別的模型 如果這個不是限定 這個系列要多少錢到一隻 其實好像那時候 九十幾元 九十幾元 八十幾元 即是貴BB少少 但是我覺得武者環太毛 那個顏色好像分別 不是那麼大 我也覺得 這個紅色沒有想像中那麼暗 反而其他兩隻的顏色會很明顯 就暗了一度 CAMANDER 我覺得 因為CAMANDER 本身都屬於暗綠的 即是他原本 可能再綠一點 但這隻顏色配合軍事味 就更加適合 我有看過 他原本模型 普通版那隻 綠色是比較淺一點 膠很多 這個是會 真實感重很多 因為你剛好配合主題 軍事 那這隻環太毛 是不是好像有很多配件 他可以變回一些 竹卿 所謂的竹卿兵 他有一個刺墓頭 還有一頂這些 平紋的 草粒 草帽 草帽 可以換回 但如果你換這個要拆掉 要拆掉 要拆到這樣 哦 這隻刺墓也挺漂亮的 吉毛 是啊 但其實他有些位置 有落心機 他這個頭盔 一粒一粒 砌上去 一粒一粒 你正常的一件 啤出來的 正常 所以你又不能夠說 他完全沒有心機做 但他盡量 因為我相信他要控制在 價錢的成本上面 還有我砌的時候 發現有些位置都很偷膠 沒有辦法 這個始終BB系列 就是偷膠也是特色 你小時候BB也是很厲害 對 那這些模型 他跟著的說明書 當然不會 重新印 其實都是以前的單裝 放回去 但我發現有一張 是為了這個遊戲而印的 原來 有一個漫畫 咦 對了 這裡你看到 就是他的遊戲 然後這個漫畫 是一隻遊戲 Mission Complete 因為說回給兄弟 一些比較新的兄弟 其實這個 Comic Waradour 是什麼來的呢 其實就是以前的BB模型 因為以前的BB模型 你要買很多款 先湊成 知道他的故事 那他就是靠這張說明書 以前每一個BB 就會有一個很短的故事 哦 對了 都應該知道 你有去那個展 對 我先鋪一條連結 我上 2020年 去了日本台場 就有一個高達的 DV展 橫太模展 有整個 好像一些 歷史的路線圖 清明上河圖 這樣 把所有 Comic Waradour 那些畫 全部拼起來 拼起來 跟著那個時序 我聽那些日本人 旁邊聊天 我偷聽他們說話 有幾份 是傳說級的 每個都沒有 可能是限定的 或者是抽獎 他就在那個展開 看回真跡 他們很感動 因為那個年代的玩具 你不會有這麼多動畫 你那個年代還是很舊的 你只能夠靠 一些說明書裡面 一些故事 令你對那個角色更加了解 所以那時候 是非常之 珍貴 這一頁是非常之珍貴 對於一些收藏家來講 好了 剛才我說到這個Light or Gundam 有個位置 我很感動 就是有個技術 就可以變成半人馬 很開心 先看看 我先拆了這型件 其實有些很鬆 都不用用力 就脫掉了 那些東西比較鬆 比較鬆 大約 又脫掉了 大約就拔了 兩隻本身的腳板 然後那個腰 就把馬後腳 馬後腳 馬後腳 以及馬腳 其實已經可以了 哇 OK 好有型 人馬 不過他的馬提 馬提露的朋友 馬提露的朋友 好鬆 各樣東西都好鬆 不過不要緊 有愛回答 哇 好有型 人頭馬 馬提露又掉了 我知道 所有飯都看不到 人頭馬一開 好事自然來 就這樣 好有型 好有味道 有一個半人馬型態 我真的很喜歡 Light or Gundam 這次的顏色 遠望是以為賞色 對 三隻裡面最出色 顏色 另外 就拿回 新的Light or Gundam 這個是Light or Strike Gundam 我自己真的 一般的 新世代的設計 我當大家雙影成趣 兩代的Light or Gundam 不見了 總括來說 今天找鴨哥幫手 砌了三隻東西 也沒有後悔 我剛剛也說過 限定版的一盒 我買了1100元 我覺得 不貴 我不要合模型 老闆就拆散了 不要合模型 就是要下載曲 就八塊幾 一盒原裝買就1100元 計算多三個水 鬆一點 就有以上這三隻 不後悔 我覺得完全值 你本身的價格 八十多九十元 還要這個顏色 你不是一般可以買到 暗沉色的 你自己本身沒有玩過 你買都是新三個轉 舊三個轉 對 所以我覺得這些監製 可以收貨 如果喜歡BB戰士的話 都推介大家 可以一炮過買 那個大盒 其實開心 如果想知道 這遊戲 值不值得玩 遊戲情況 實質如何 那就要看 刀直播 可以看之前 我也要打鋪機環節 可以看到我那晚 怎樣玩這遊戲 這遊戲可不可以玩 會不會玩的 下星期也會繼續玩 有興趣就留意 也要打鋪機 星期五九點半晚上 好 賣完講到 今集先玩到這裡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